您好,人人都想开心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创造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喜乐的神 而亲近神我们可以越来越经历祂的喜乐 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 那个比喻里面主人说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个比喻是说在世界每日的时候 神会对我们说 信靠耶稣的人跟从耶稣的人可以进来享受神的快乐 即是说天堂是充满快乐的 神是一位喜乐的神 以赛书61章3节那里说 喜乐有代替悲哀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悲哀的 但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喜乐可以充满我们取代我们的悲哀 卡拉太书5章22节那里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神的特色第一就是仁爱 跟着就是喜乐 他是一位喜乐的神 而当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经历祂的喜乐 大部分的基督徒在亲近神 赞美神的时候都会经历神的平安和喜乐 但有些人不知道 越来越多亲近神的时候 用心灵来渴慕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入神更加强烈的同在 有更大的喜乐和平安和神的爱 我自己在1998年 有一个报道家为我按手祈祷 我就经历好像电流涌入我里面 同时经历很大的爱很大的平安 心灵很大的释放 感受好像是天堂一样的 也都感受到神的圣结 我就好感动 马上就哭出来 我从来都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的爱 跟着我就用很多时间去思想神的怀疑 用很多时间用心灵全心去祷告去赞美神 后来我就经历更大的喜乐 现在每一次祈祷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经历神的喜乐和能力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原来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圣情 经历到神的帮助神的同在神 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 好像天上的圣徒一样 充满喜乐和平安和力量 我亦都发现我为人祷告的时候 特别是为人按手祈祷的时候 有很多人经历神的平安 舒服、轻散、爱、心灵的释放、喜乐 身体的医治、灵命的更新、广追邪灵 这一套影片里面 你会看到人的经历神很强烈的喜乐 他好像经历天狂那样 心灵被神释放 又有神所赐的喜乐 所以就会大笑出来 但这个大笑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虽然有些人在初经历的时候 可能比较难控制 但慢慢就可以控制的 我随时随地祷告都有喜乐 但你不会看到我 不停地大笑的 因为我可以控制这个喜乐的彰显 但我里面可以充满喜乐 经历神的喜乐 不单止帮助自己 随时活得很开心 心灵被释放 还有也有圣灵的能力 去帮助人经历心灵的医治 他们亦都可以经历神的喜乐 和有灵命更新 所以对于我们的侍奉 是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我时时带领的聚会 都有很多人 经历神的安慰、释放、医治 和经历神的喜乐 那圣灵亦都将神的爱放在爱里面 所以有些人经历圣灵的时候 亦都经历神的爱 在罗马书5章5节讲到 圣灵将神的爱敲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敲灌就是淋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有些人会经历感动 心里面很感动 还有心灵得医治 或者心里面又不开心的得到医治 或者为自己的罪 有很强烈的懊悔 在这个影片 你会看到有一个人 他经历神很大的喜乐 然后他又经历神的爱感动 他悔改 所以他笑着又哭 然后最后他又充满喜乐地笑 他分享的时候都讲到 他如何经历神的喜乐 真是在里面涌流出来 但也都圣灵提醒他 关于他的罪 他就心里面懊悔 他又哭又笑 其实这个是对他的灵命有很大的帮助 激励他真是去爱神 更多亲近神 他是一个绝对正常的人 你看到很多经历圣灵喜乐的人 并不是代表他平时失控的 而我想分享我自己的信仰 是真心信靠 钉十字架耶稣 赦免我的罪 还有拯救我的灵魂 还有他是爱世人 很想人人都能够得着救恩 我也都跟从圣经的教导 去爱神爱人 传言呼音 我很喜欢看圣经 很喜欢思想圣经的话语 你可以从我其他的影片 看到我对圣经的认真 真心的跟从耶稣 和我的信仰的纯正 是完全跟从圣经的 还有我是帮助人认识 耶稣是救主 和跟从圣经的教导 我多用心灵祈祷 就很经历到神 真实的爱和喜乐 也很享受生命 也很享受是同主的 希望你会接受圣灵 能够将越来越大的爱 他的喜乐 和灵命更生辞给你 或者带给你心灵的医治 或者身体的医治 并且带着能力为人祈祷 可以帮助人信靠耶稣 我很乐意帮助你被圣灵充满的 我欢迎你联络我 祝福你 圣主与你同在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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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路亞 哈雷路亞 哈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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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類 哈才 哈利 哈耶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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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